近日由杨阳和赵露丝主演的潜视天下正在热播 而剧中女主角赵露丝的白领打戏引起了一大波争议 有网友认为赵露丝的白领打戏满满科技感 白领打戏却用滚通袭击特效真的特别假 同样是白领 这就不得不提起刘亦飞在神雕侠里当中的白领打戏了 据起小龙女的所有打戏都是实景拍摄 在冬天零下几度的时候 浇血水 写冰茶 而刘亦飞就只穿着一层单薄的薄衫来回走戏 剧中小龙女看着绝妹的长发足足有1.6米长 夹起来一共有柳金重 可以说当时的环境真的非常艰苦了 对此有网友还做了刘亦飞和赵露丝白领打戏的对比视频 公开在社交平台上吐槽赵露丝的打戏就像舍土白信子 连比不上神雕侠里里刘亦飞的真白领打戏 最后徐海桥就在该网友的账号下面评论 拜托他可是刘亦飞啊 真的有被这个评论狠狠笑道 可以看出来徐海桥是刘亦飞的真死忠本了 上网冲浪也不忘夸自家偶像 那么看完视频 大家认为赵露丝和刘亦飞的白领打戏哪个更好呢 欢迎留言评论